有点早安 我是王显云 今天是10月27号礼拜天 从一开始我们先来关心天气概况 瑞轩早 显云早 各位观众大家早 好 瑞轩今天早上这天气还不错 那今天呢也是黄色小鸭到桃园的第二天 那观众朋友 如果想要趁中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到桃园看小鸭的话 天气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麻烦你咯 好的 今天呢整体来说天气都是非常的不错 所以如果你要到桃园去看黄色小鸭的话呢 是非常适合的哦 不过今天早上因为受到了辐射冷却的关系 所以今天的最低温度是在嘉义地区只有15.5度 而在中部地区的话也只来到了16.8度 至于在北部地区是18.1度 南部20.8度 而在东半部地区温度也是蛮凉的 也只来到了18.4度 那再来从云图来关心到今天的天气哦 今天呢整体来说东北季风会逐渐减弱 而且呢这个高压也会逐渐往东移 所以今天全台湾天气都会非常的稳定 而且呢天气都是非常的好 也是因为呢高压逐渐的冬雨之后呢 今天的风上是吹着比较温暖的偏东风 所以今天各地的温度也会逐渐的回升上来 那当然了今天全台各地都是寝到冬雨的好天气 要注意的还是在北部的山区 还有在东半部地区 还是要注意会有一些零零星星的酱油 但是从今天开始呢 白天温度不但会回升上来 而且天气都非常的不错 尤其今天是星期天 建议大家可以趁着好天气出去走一走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了 再来呢关心到温度的部分呢 虽然现在早上温度都还是非常的低 尤其在中部地区受到辐射冷却的关系 低温大概只有在15 16度左右 但是白天呢太阳出来之后 温度就要逐渐的回升上来 所以今天白天各地的温度都是非常的舒适温暖的 像是在北部地区高位来到了26度 中部地区28度 南部地区29度 而在东方部地区也会来到27度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 虽然白天天气都是非常的温暖 但是因为早晚的温差还是非常大 所以提醒大家早晚出门还是要多加保暖 接着来关心到详细的温度预测 首先来看到北北基地区 今天的降雨几率是10%到30% 温度是18到25度 再来看到陶竹苗地区 降雨几率是0 温度是17到26度 接着关心到中部地区 降雨几率也是0 温度是在16到28度 再来看到云嘉南地区 降雨几率是0到10% 温度是16到29度 接着往南走到南部地区 降雨几率是0 温度是20到29度 再来关心到东半部地区 降雨几率是30% 温度是17到27度 最后关心到外岛的金门马祖地区 今天的降雨几率也是0 温度是在16到27度 再来关心到旅游天气 接下来关心到农民历的部分 今天是农历的9月23号 而要特别注意的朋友是属猴34岁和94岁的朋友 那今天适合的事情呢 就像是相葬事宜 所以其他事情就尽量避免了 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